男人刚打开车门 就发现车厢里 躺着几百具尸体 甚至这些人的眼睛 还一反常态 样子十分可怕 为了防止别人发现此事 男人赶紧把一具具尸体搬下车 本以为搬完后就能离开 结果下一秒 一个诡异的身影 竟然站了起来 就在刚刚 一对小情侣在路上拦车 单纯的女孩 还试图脱下衣服拦车 可路上的司机 根本不吃这一套 关键时刻 男孩拿出十块钱 向汽车招手 果然一辆大货车就停了下来 可等两人上车后 就发现火车后面 传来了可怕的敲击声 他们赶紧询问司机是什么动静 但司机好像听不到一样 继续开车 害怕的两人请求司机想要下车 谁知司机根本不听 反而还加足油门 继续往前开 很快货车就越开越快 驶离大路 直接开到了荒野山路 等到司机停下后 他立马拿出喷子 命令他们千万不能下车 随后 司机和小帅 坐下去打开了货车门 结果眼前的一幕 把他们吓了一跳 因为这些人全部都离奇的死了 原本司机只是想拉一些偷渡客 没想到会引到如此祸端 无奈两人赶紧把尸体全部抬出去 可就当两人把尸体处理干净的时候 殊不知 小帅却偷偷在尸体里 拿出了一些神秘东西 男人打开车门 发现车厢里的人全部倒地不起 表情里还充满了诡异 随后他赶紧和小帅一起 把尸体抬到车外面 可司机不知道 小帅竟在尸体里找出了神秘东西 原来小帅为了多挣点钱 让所有人都吞下了这些东西 所以才导致他们的死亡 为了不营火上身 司机准备把车内的一对小情侣解决掉 可他没想到 小情侣找到了喷子 然后威胁司机交出汽车钥匙 殊不知 身后的尸体竟诡异地站起身 这一幕把小帅吓得瞪大了双眼 小情侣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下一秒 就这样 男人被丧尸送去了西北 司机见此撒腿就跑 然后直接开车逃离这个地方 因为其他人都在一个接一个的复活 此时的女孩看着男友惨死 被吓得一动不动 好在小帅临走时带上了女孩 两人在前面追汽车 丧尸就在后面对他们穷追不舍 尽管小帅拼命呼喊司机让他停下 可司机根本不管不问 继续开车 好在关键时刻 两人趁货车减速的时候 赶紧跳进了货车里面 可身后的丧尸实在是太多了 这样下去 他们都难逃一死 危急时刻 小帅和女孩费尽全身力气关上了车门 本以为这次能逃过一劫 可他们不知道 这只是灾难的开始 一群丧尸对着两个人狂追 幸好他们及时逃进了货车里 本以为能逃过一劫 可货车却遭遇侧翻 等他们再次醒来后 就已经到了深夜 小帅只能拿着喷子 慢慢查看外面还有没有怪物 直到走到车头才发现 货车司机已经成了丧尸的食物 然而就在两人准备逃命的时候 小帅却发现 车厢里还有一个小男孩 看着他熟悉的脸庞 小帅突然想到 这个小男孩也吃掉了那些东西 早晚都会变成可怕的怪物 可现在女孩的圣母心泛滥 尽管小帅告诉他 他们不能带着这个定式炸弹 但看着背后死死抱着自己的孩子 结果女孩立即狠心开枪 完事之后 女孩就开动汽车 带着小男孩一起离开这个鬼地方 直到开了一天一夜 两人终于到了镇上 本以为这次终于得救 可女孩看向男孩的时候 却发现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怪物 最后他直接拿出喷子对着男孩 随着火车开过来的引擎声 正好遮挡枪击声 可谁也想不到 下车的竟然是小男孩 他看到对面的人群后 二话不说就冲了过去 原来 刚才女孩始终没能忍心 对一个孩子下手 结果被丧尸送去了西北 而被女孩的同情心害惨的 同样还有小镇上的所有人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末日之下先解决圣母 可能一个人暂时的同情心 会害了更多的无辜人 速速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